准备一个洋葱 去掉头部和尾部 然后一翻为八份 随便切就可以了 盆中倒入一碗清水 把切好的洋葱放进来 浸泡一下清水 切的时候就不会落眼睛了 盆中加上500克普通面粉 加入4克酵母粉 再加上270克温水 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 下手按压揉成面团 最后揉成一个中度卵用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 找一个太阳请发两倍大 把泡好的洋葱控干水分 把洋葱倒在角落机中 盖上盖子给它打碎 打好的洋葱倒在网布里 然后攥干水分 两块钱呢 买了一块鸡胸肉 给它切成小块 放在角落机中 把鸡胸肉也打碎 打成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碗中 有温烧着冒青烟下入鸡胸肉 翻炒均匀 炒至变色加入老抽 生抽 4克食盐 2克胡椒粉 翻炒均匀 翻炒两分钟左右 炒熟就可以了 炒熟就可以了 像这个样子出锅 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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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切好的洋葱也加进来 然后搅拌均匀 现在浓面已经发好了 满满的封锅组织 撒上干粉取出来 转移到案板上 浓面排气2-3分钟 彻底排干净里面的空气 遗漏过原来的大小 揉好以后 用刀切开 撒上一些干粉 搓成长条 下成大小相同的面积 取出单个儿的小祭司楼圆 把扩在案板上 给它整理一下 用手按饼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小祭司用手按压一下 然后搅上一张大面片 像这样就可以了 包上调好的馅料 然后给它把口收盐 只要馅料不外流就可以 一定要捏合紧 是像这个样子 然后放在盖链上 电米秤不用开阔 先刷上一层食用油 然后把生坯放在电米秤中 盖上盖子 二次请发10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已经刑发到 体积明显变大了 散开中火 剪至两分钟左右 可以清楚地从侧面 看到底部已经变成了金黄色 然后倒入清水 也可以把清水换成面粉水 水为半公分就可以了 水不用加入太多 先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盖上盖子 转文明火收汁 等烫至快收干的时候 先关火 门上两到三分钟再打开盖子 放置它进和紫面 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我们的水煎包呢就做好了 按压一下可以快速回弹就是熟了 底部呢还是金黄酥脆的 特别的好看 出锅盛入盘中 洋葱呢别的腌着吃了 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做法 鲜香好吃 一顿五个都不够 喜欢的就试试吧 好看 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